大家伙早喽 6月4号星期六 还在假期中 今天是第四个训练日 最后一个了 我们赵丽还是回评论 聊评论吧 这叫回评论 今天北京热23度现在 这刚几点 然后是阴天 说要下雨 你从前懵 就汗已经有往下流的感觉了 趁着没换视角 先说其中一个评论 就是背筋 你看夏天跑步 把背筋磕了放哪 不管是压缩裤 还是普通的短裤 就是你把背筋稍微一叠 给塞在腰这 塞在侧边这腰这 你看它三分之一在里头 剩下在外头 就没什么感觉 也不影响你跑步 尽量别拿手里 拿手里还是挺 挺大一负担 今天准备的多 现在稍微的清除了一些 一会咱们聊评论 看央视马上6公里 咱们开始聊评论 有一个小伙 34岁 1米79 65公斤 腰为72厘米 说已经是自己的极限了 其实差不多 这个身高 如果不严苛控制饮食 估计就这样了 普通人 但是他说体脂4.9% 那这您别信啊 你那个秤有问题 不可能 我的体脂是12% 如果用秤的话 但是也不准 因为那种 我那秤还是有双手电机的 它这电这个事 靠电阻都不会太准 因为跟你喝多少水呀 什么的都有密切关系 大家就同一个秤 看看趋势就行 而且这种家用的体脂秤 明确的说了 是 它那算法 是不适用于两头的人群的 就是特胖和特瘦的 因为 这种 归纳总结的算法 基本上就是 它不是个理论 它是个经验 它就不适合体脂太低 会儿太高的人 有个好办法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 侧皮脂 就是体脂前 侧皮脂多厚算 那个相对准一点 我用那个算出来 大概9点多 将近10% 我记得比较清晰的数据 就是腹部的 脂肪的厚度 就是侧腹 是 1.9 不到2 然后下一个 说 1.67 54公斤 但是非常抱歉 我忘了看您的性别了 但我估计是男性啊 说就是少碳少油 然后自己住 自己吃 差不多 这就很优秀了 就是这个身材是可以 马拉松出成绩的 出好成绩的身材 如果像常见的 比较适合跑长距离的身材 比较1米7左右 那体重 如果您想出好成绩 或者像运动员看齐的话 基本上都得58以下 然后有一个小伙说 每次都想跑得快一点 心肺说问题不大 1.7的心率 感觉也能顶住 就是 双腿的肌肉可能不太给力 膝盖会疼 这就是 你的心肺和肌肉 或者神经系统 总是在交替进步的 你发现了弱点 这很好 其实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 腿部力量的训练 如果你膝盖疼 就可以增加一些 大腿前侧肌肉群的训练 然后跑步的话 就是自己找感觉 你如果特赖 或者说疼痛比较明显 那就休息 或者加一些轻松跑 问题不大 基本上如果 您一个月能跑两三百公里 那有三分之一是轻松跑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两三百公里 对全程马拉松来说 三百公里可能还行 两百公里 对全程马拉松来说 有点短 月跑量 如果想出成绩的话 那轻松跑要 不能太多 您不能轻松跑的比例 和运动员看齐 比方说 百分之八十 那你一个月的 强度训练就没多少了 半马比赛 PB了 平均配速415 一小时三十以内完赛 恭喜您 恭喜您 这已经是普通人的精英了 大众精英了 现在基本上 半程马拉松进一小时三十 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选手 下一个目标就是 一小时25 一小时25就能 一般比赛能进前一百名了吧 我估计可能能了 大规模的可能进不了 恭喜您啊 坚持住 加油干 还有评论说 不吃碳水的话 马拉松很难提高 这个 我有亲身经历 是有反驳的点的 我一直就说 不是说 你要像运动员那样吃 还减碳水 我一直说的是 你想吃肉 你想吃更多好吃的 那你想控制总热量 只能减碳水 我突飞猛进的那一年 是我吃碳水最少的一年 你也突飞猛进了 就可能是 生活和训练会稍微艰难一点 但是你想训练的舒服 多吃碳水没问题 那你就得牺牲生活的 舒服 就是人家 不吃肉 或者少吃 少吃蛋白质跟汁 以碳水为主 那你又 生活就没有快乐了 虽然我要成绩 但是也不能太 太极端 当然了 肯定有比我极端的 那极端到一定程度 就不能叫极端了 就叫 专注了 您就 过运动员的生活 没问题 特别好 不过确实 不吃碳水 是会影响运动表现 所以我才说 就是之前说 准备比赛的那些视频 就说赛前要怎么吃 是要恢复 等等 然后还有一个小伙伴说 体力劳动者 每天要干12个小时 在跑步 不吃碳水 不吃油 不行 没错 是的 您呢 就是做自己的教练嘛 我也只是拿我自己为 为标 就是为标准 来说我的经验 我一天 基本没有体力劳动 那肯定是 比您差得远 体力劳动者就是得多吃碳水 因为他吃了就用了 没办法 所以就是自己要摸索自己 比方说 您从事的就是一个 纯体力或者半体力劳动 那你就不能像我这么饮食 哪怕您没有跑得多 另外啊 我看评论挺有意思 就是我昨天不是说吃吗 就是你每天吃了什么呀 你可以试着给他借来 或者说出来 你就显得特别多 真的 但是 你真照我那么吃一天 吃两天 您试试 你就知道他有多少了 您可以不用试试早餐 您就试试午餐跟晚餐的那个 因为早餐就没有 我虽然量大 我不建议吃 吃那么多 您可以试试午餐 你买一块三文鱼 180克左右 生的时候 您给他煎了 然后 两根秋葵 两朵香菇 两朵 就两个小朵西兰花 就是炒菜那一盘里 切好那一朵 叫一朵 然后半片土司 您这样当午餐吃 您看您吃完什么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记录饮食啊 不光是像心里有数 是让自己知道 其实自己吃的不少 就是感觉上 下一个啊 下一个啊 多久换一双鞋 就是多久跑废一双鞋 这之前简单说过 基本上一千 一千三百公里左右 一千四 我前几双 Nex的二代 都是一千四 但是其实还能穿 基本没有明显磨损 一是挺轻 二是你跑多了 你就有这感觉了 我原来也 斜磨的也挺厉害 跑的时间长了 就不一样了 这之前节目也说过 如果您是 普通跑者 或者初跑者 我建议就是 七八百公里换一双鞋 可能比较合适吧 我现在争取不那么狠 比方说一千二百公里 换一双鞋 还有一个小伙伴问 如果买家明的表 是用那个 别在后腰的动态伤感器 还是用心率大 我觉得如果您是在一个 四季如春的地方 那就用传感器就行了 因为光电心率 在气温比较不错的时候 你看这两天北京 我这个就相对准了 就不飘了 而且心率带呢 太热的时候 带也不舒服 对吧 不过我还是建议有一个 因为你要练间歇什么的 可能就带心率大比较好 平常训练就带传感器 像我在新加坡那段时间 就是都是传感器 但是 那个时候是啊 就是那个传感器和心率大 二代的 会有一些差别 体验在飞植镇服和 像左平衡上 会有点不一样 同一个人 这可以理解 因为 佩戴的地方不一样 这您自己取舍 其实还是跟 一开始我说的那个体脂秤一样 你看那可能是一个趋势 下一个 42岁 断马138 一小时38 这就很了不起了 40多岁 恢复会越来越难 这小伙 但是其实 您可以 继续训练 然后注意恢复和调整 一小时三时是可以的 我觉得 很可以的 然后 一个小伙 越跑量400 厉害啊 说热 上个月 确实是热 就是在我心里 普通人上班 不脱产 一个月能有400公里 就是 非常非常的优秀 和用功了 坚持下去 就是您如果 连续半年 甚至一年 能有这个跑量 那全车马拉松 两小时 50 应该很轻松 真的 不管您现在成绩多少 因为一个月能跑400 又要上班的话 也不可能跑太慢 它训练还是质量有保证的 所以跑量真的是王道 就像有评论区说 我都跑了1000公里了 心率还是特高 那很正常 我都跑了2万多公里了 然后有一个小伙伴说 受伤休息一年 单一条腿受伤 到这两边 那条腿非常的不均衡 肌肉明显看出一条腿细 这个就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了 也不是 我觉得不是您自己通过锻炼 能完全解决的 我建议您 找专业的康复 否则的话 可能影响的 活完生都有影响 不过找专业的康复 如果只是肌肉问题 肯定是可以 恢复的 6月4号星期六 清晨6点23 第四格训练日 这个周期训练结束 跑了14公里 一小时零二 平均配速是4分29 心率是150 第一方面是有疲劳 第二方面今天是闷热 刚才零星的掉了一些雨滴又停了 现在估计提杆得24-5度 背心都已经湿透了 希望今天咱们聊聊评论 应该我记得都说了 总结就是 恭喜所有创造了好成绩的小伙伴 和正在努力的小伙伴 然后呢 像有些我看我评论区 有很多比我年长的大哥大姐们 我深刻能理解就是 这个身体条件去训练和恢复 包括随着我们年龄增长 家庭啊什么 这种的事情也会多起来 都真的不容易 祝愿大家都能越来越好 能健康 能有好成绩 能越练越好 越练越开心 行 那差不多 今天就这些 然后北京呢 整体现在还是 怎么说来着 就在变好 然后也 比较庆庆 没有影响到我训练 然后 但愿能尽快的过去吧 然后我看好多 在各地的小伙伴 也都能恢复训练了 还是再提醒大家 一定要循序渐进 慢慢来 你有基础的话 很快就能找回那个感觉 行 那就祝大家 假期愉快 我们开心生活 努力训练 努力下去 秋天的时候一起PB吧 好吧 那咱们下个训练周期见了 行 大家加油干 哦 哦 咱们下个训练周期见了